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host Black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Titans Return Deluxe Class Hot Rod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塑膠盒的部分已經丟掉了 只留下這個印刷品的部分 Autobot Hot Rod也就是熱魄,這邊有個載具的圖片 旁邊這邊有一個頭被砍掉的畫面,然後這個東西就把它丟到旁邊去 然後這個背卡的部分這邊有一個更大的插畫,畫的是還不錯的 看到後面有這個人型載具 還有這個其他一些推坑的產品圖 這個Optimus Prime我已經介紹過了,Sixshot我也介紹過了 那這個吊卡呢 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人物卡 人物卡是非常正點的,我個人是非常喜歡人物卡的 後面有它能力值的一個部分,那這個東西把它丟到旁邊去 然後它有附帶兩把槍 兩把槍本身是沒有塗裝的,細節刻畫式普通,然後它可以做一個結合 也可以跟這個頭領戰士做一個互動,那這個東西呢 也把它丟到旁邊去,然後還有一個頭領戰士 頭領戰士本身細節刻畫式普通沒有塗裝,看起來膠感比較重 臉則是背在後面,那這個東西呢 也把它丟到旁邊去了 那這款玩具它的載具形態呢 是根據這個賽博坦行星 跑車的一個形態 所設計而成的 那基本上從每個面來看呢 看起來都是還不錯的 看不太出來機器人的一個部件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車頭,車頭燈是有塗裝的,然後這邊有一個經典火焰紋的一個標誌 還有一個博派的標誌在這邊,然後這邊有一些細節刻畫 還有上一個銀漆 看到它駕駛艙的部分呢,這個駕駛艙用的是一個深藍色的透明部件 那駕駛艙是可以打開來的 那是一個廢話 裡面的細節刻畫看起來是普通,還可以,那可以跟這個小人 做一個互動 看到側邊呢,輪胎是沒有上漆的,然後旁邊這邊 有一個排氣管的設計 後面的尾翼呢,有上一個黃色的塗裝 看到車子的後面呢,基本上後面看起來還不錯,我個人是覺得 後面呢,這個兩個進氣孔會成為機械人的腳步 那這點設計呢,是非常有創意的 蠻屌的 然後整個車子的側面呢 看起來是非常流線的,有一個未來感的造型 看到車子的底盤呢,基本上機器人的收納也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說呢,在這個載具的形態之下呢,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造型呢,我是還蠻喜歡的 除了說呢,它的膠感感覺比較重一點 如果說呢,塗裝再屌一點,再棒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這款載具呢,做的是相當的不錯的 那這個載具呢,跟這個頭領戰士是可以做互動的,那是一個廢話 那首先呢,就是把這個駕駛艙打開來 把這個頭領戰士擺成一個坐姿,然後就可以把它 督到這個駕駛艙裡面去,就把它督進去 然後督進去呢,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雖然說呢,這個小人沒有塗裝,但是 就是 它的可玩性啊,互動性是 還不錯的 那這個小人呢,也可以說 站在這個車子的上面 像在車子的這邊有兩個凸 然後小人的腳 都有洞 那你就可以把它站在這個車頂上面 然後就在外面這樣子欣賞風景,然後 駕駛艙沒有人喔 它在表演特技喔,喔這樣子 然後就撞車了 然後呢,它附帶的 這個東西 也是可以安裝在這裡 這裡有兩個凹 這裡有兩個凸 然後就可以把它扣在這個車頂上面 稍微對一下就把它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呢,小人是可以坐在 這個東西上面的 那坐在上面呢,看起來也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感覺 基本上 因為你不在駕駛艙裡面,唉唷還給有掉出來喔 你不坐在駕駛艙裡面,你跑到這個外面來 到底是要幹什麼 對不對 你坐在外面裡面的駕駛艙,駕駛的人也看不到前面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那你也是可以說把它 安裝在這個 車子旁邊有洞 反正 有洞有凸啊,你就給它擦,愛怎麼擦就怎麼擦喔 那這個東西呢,喔擦進去,還蠻緊的喔,蠻舒服的 還不錯 那這個東西呢,就像這個樣子,叫它滾 滾遠一點,滾到旁邊去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拿出經典系列的這個Hot Rock,還是這個Rodimus,我搞不太清楚,Hot Rock應該是啦 那這兩款都是針對同一個角色人物所做的一個玩具 那這一款呢,是日版的一個版本,所以說它的塗裝 看起來是比較正點的 那在車型來說呢 這個Titan's Return,是比較寬一點的 但是呢,在長度方面呢,它是比較短一點的 在側面來說呢,也是比較矮一點的,是這個經典系列是比較厚一點的 那兩款車型呢,看起來都是不錯的 那日版的呢,旁邊有這個火焰紋,看起來是比較屌的 然後呢,這個排氣管都有上一個銀漆,那輪框有上這個銀漆 所以說呢,這個日版的玩具,這個塗裝還是比較正點一點 那這款玩具呢,載具的形態,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的 那如果說呢,它的塗裝能夠再好一點的話 會更加的正點,更加的加分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那它的變形步驟呢,基本上是 非常簡單的,非常輕鬆的,首先呢,在尾翼這邊 這邊有兩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把它往上抬 抬到這個角度,然後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呢,翻過來看,在這邊 這邊有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卡扣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就可以把它車頭分開 它這邊有卡扣扣住的,把它拉開來 然後我們先來處理它下半身 首先呢,先把它旋轉個180度,180度,非常緊喔 轉過來之後呢,這個角就分開了,分開就分開了吧 然後再把它往下翻 然後腳掌翻出來 這塊東西呢,把它收到後面去,然後彌補它後面空洞的一個位置 另外一隻腳也是一樣把它拉出來,腳掌翻出來 這塊東西呢,再把它轉到後面去 那一雙腳的變形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處理它的上半身,首先呢,我們來處理它的手 手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把它的拳頭 翻出來,翻到外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邊鬆開來 拳頭 把它翻出來 那一雙手呢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車頭的這個部份 這個部份呢,我特別要說一下,就是它不設計這塊 這塊東西呢,是要收進去 它如果不設計這塊東西呢,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多了這塊東西呢,在變為人形之後呢 它折進去裡面 看起來這個胸口呢,比較有層次,然後這個腹部呢 這邊有一個塗裝,看起來整個造型是比較屌的 所以這一塊東西我覺得 是這個變形的一個亮點 那接下來呢 翻到後面呢,這塊東西呢,這邊 有兩個凸 對應這邊有兩個凹,就把它這樣子 扣在這邊 扣進去,那基本上呢,這個人形 就差不多囉,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頭領戰士,雖然說這個Hot Rock 它根本就不是一個頭領戰士,但是呢 我們也是要給它 Head On一下的 喔,那首先呢就拿住這個 這個小Titan Master 把它擺一個理證的姿勢 它要在變形之前呢,都會非常有禮貌的跟你一鞠躬,然後跟你說個你好 然後就變成這個 一顆頭,這個Hot Rock的頭 那這個頭呢,也是蠻屌的 然後呢就可以給它,Head On就給它 督進去 督進去 那督進去呢 看起來就像 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個Titan's Return Hot Rock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子 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整個人物的造型 以及它四肢比例呢,看起來都是 還不錯的,那本身呢,紅色的膠感是比較重一點的 然後看到它的背後呢,基本上背包看起來是並不大的 然後這個尾翼呢,也是這個Hot Rock 非常經典的一個特色 然後這個輪胎呢,收納在小腿的背後 剛好遮住它一個空洞的位置 那看起來呢,是還不錯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呢看到它的頭雕,頭雕呢我個人是覺得做的是不錯的 臉是有上一個白色的漆 然後呢這個頭雕呢,跟這個Hot Rock呢也是看起來是 有抓到那個神韻啊 胸口的刻畫呢基本上是蠻屌的,這邊腹部呢還有一個腹肌的塗裝 那這個東西呢,如果車頭沒有經過一個變形的話 是不會有這個層次感跑出來的 那這個點呢我覺得是做的不錯的喔 給它掌聲鼓勵鼓勵 然後手這邊呢有非常多的細節刻畫,這邊有一個白色的塗裝 那塗的是普通有點溢出來的一個感覺 然後細節刻畫呢是不錯的,但是是沒有塗裝的 如果說呢有一些塗裝在上面的話,看起來是會更加的正點 然後這個手喔,現在的玩具,只要是變成車輛的話 基本上就是車頭這個門板 都會成為它的手臂 然後呢這個手臂,如果你從這一面看的話,是看不到拳頭的 還好它在這邊呢有把它做一個缺口出來 還可以看到這個拳頭,要不然呢 其實這個門板手,我個人不是很喜歡的 然後呢這個手的比例呢,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過長的 看起來是有點太長的,如果你把它伸直呢 看起來是比較死板的,它並沒有二頭肌的那塊部份 因為它整個就是 車子的側面 做的一個變形 那這個東西呢我覺得現在的玩具越來越省略了 所以說呢這個東西就,就這樣子吧 然後看它的腳呢,剛才在車子尾部的進氣孔 就形成它的膝蓋,那這個地方的設計我個人也是覺得蠻有創意的 然後在小腿的地方呢有一些細節刻畫塗裝 看起來是還OK的 看到人物的後面呢也沒有什麼空洞偷膠的問題 所以說呢基本上這個人形我個人覺得 還是做的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頭是可以左右一點點上下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是一個球型關節然後也可以往上 平舉大概是這個樣子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大概是90度 拳頭是不可能旋轉的 腰是有一個腰轉的這個是不錯的 腳往前踢往後往外都沒有問題是一個球型關節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呢大概是90度 腳底是沒有一個接地功能的 那這款Hot Rod呢它的可動性呢是普通 就算一個及格的標準吧 那接下來呢我們拿出經典系列的Hot Rod 來跟它擺在一起 看一下 那剛剛在人形之下呢這個Titan's Return這一款呢 它的車型呢是比較輕薄一點的 但是變為人形之後呢 它卻是比較修長比較高大一點 那兩個擺在一起呢 比例大小呢 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款Titan's Return Hot Rod呢它無論是載具或是人形 做的都是還不錯的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除了說呢在這個骨關節呢這個球型關節比較鬆一點但是 其實關節支撐的力道還是可以的 只要稍微上一點指甲油呢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然後呢就是這個 偷膠 這個東西是非常可惡的 犯法的行為 拳頭 這個洞 基本上每一個玩具現在拳頭都有個洞 你做一個蓋板把它蓋起來是會死嗎 那看起來就是不好看嘛 然後呢就是這個門板手 這門板手呢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的 然後呢這個手的比例喔它是沒有一個二頭肌的 所以說呢看起來這個 這個造型並沒有到那麼的理想 那其他的各方面來說 在整體的人形啊以及在可動性 載具啊 看起來都是不錯的我個人是覺得 是非常值得收的一款玩具啦 那今天這款Titan's Return Deluxe Class Hot Rod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Planet Cybertron